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到了大选都有可能偏上民主党 也有可能倒上共和党 不过呢我们今天也要带你来看 2024美选摇摆的可不只有摇摆州的选民而已哦 就连总统候选人他们本身也开始摇摆起来了 好是的 接下来的画面我们就要带你看到的是 这是川普在美东时间15号在宾州举行的造势大会 那与其说是造势的场合还不如说是里民大会 因为你可以看到整场活动一共历史两个多小时 但是却在最后40分钟是直接歪楼了 瞬间变成了由川普本人带头发起的即兴音乐会 好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原本是还在讲他的证件嘛 结果他突然之间就站了起来开始尬舞起来 好虽然看上去实在是有一点肢体不协调 也几乎没有对到拍子 但是呢台上其他人当下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所以就干脆啊直接跟今天的主角川普一起动起来了 好的确结果台下不少的观众看到川普这个样子之后 放飞自我这个有一点点看不下去了 就选择中途离席 还有人就直接说这是他看过最诡异的造势场合了 那甚至连对手贺锦丽都趁机补了一刀 发文说川普呢看起来很茫然 搞不清楚状况还讽刺的说希望他没事 好那一说到贺锦丽呢应该有很多人不仅想问啊 难道贺锦丽看到川普跳舞的模样真的有资格批评吗 好要带来看这一段画面 好事实上呢在美国许多的选民眼中 贺锦丽的舞技啊才堪称一绝啊 而且他活力满满的这个模样 还被制成大量的民营梗图 非常受这个网络粉丝的欢迎 所以呢才会被川普取了一个叫做 Life in Kamala的绰号 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就更诡谐一点了 就叫做Kiss out贺锦丽 好那当然现在呢两党的候选人 不管是川普还是贺锦丽 网路的谜音都越传越多 好处就是能够吸引到年轻族群的粉丝 但是也有坏处 就是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太震惊 那至于目前呢贺锦丽两人在竞选上面 有什么最新的发展 我们要透过镜头带您来了解 在尖叫欢呼声中登场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最近现身全场观众都是女性的福斯新闻节目上 这次他为女性争取福利 更自称是提万人工受金之父 福斯新闻调查显示相比2020年拜登在女性选票领先川普12个百分点 近期贺锦丽在女性选票上领先川普10个百分点 似乎显示民主党女性支持者出现变数 不过自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022年废止对堕胎权的保障后 升职权议题一直是川普的主要弱点之一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曾在造势场合上 指控川普如果当选会将全国堕胎禁令 签署惩罚 不只抢供女性选票经济政策 川普也自有一套方法 川普近期现身芝加哥经济论坛时再次强调 他将在第二任期内对进口商品征收史上最高的关税 他主张高额关税能为美国政府带来可观收入 又可以保护本土企业免受海外竞争 他提议对中国商品特征60%关税 并对所有进口美国的其他商品征收高达20%的关税 他甚至不时威胁要对墨西哥企业 和考虑将厌恶迁往海外的美国公司征收更高的关税 而川普的惊人之语还有 川普表示如果他入主白宫 南韩每年将为28500名驻韩美军费用 支付100亿美元 并称南韩是赚钱机器 同时他称日本为盟友 更提及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是好友 很敬重他 透露过去两人曾就两国贸易协定进行协商 另外川普在2020年大选中虽然败给民主党对手拜登 但至今他未承认败选并持续质疑选举结果 他最近被问到是否会在未来的选举后 尊重并推动和平的权力移交时 川普拒绝做出正面回应 令外界对其选后态度感到担忧 环友新闻吴光辰综合报道 好 那刚刚这个新闻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现在许多美国的选民都非常的焦虑 选举之后的政治稳定性 但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心理医师他们也观察到了 随着这个投票日接近 美国焦虑症的患者开始暴增 是的 专家就认为了 这一季的大选呢出现了很严重的政治对立 而且在社群媒体上面也充斥大量的错误资讯 这让美国的民众对于自己的生活 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前景 都感受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好 那要带你来看一下这些心理医生 他们观察到什么呢 第一呢 这个美选焦虑症的症候群呢 包括哪一些人 最主要的第一种就是认同民主党 但是不满贺景义的选民 这是因为啊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 有许多以前民主党的忠实选民 他们是认同欧巴马 认同拜登的 但是呢 现在突然杀出了一个贺锦丽 他们却觉得这个候选人 领导力不足 缺乏这个政治的深度 他的政见可能有一些空泛 那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们最担心就是 贺锦丽未来如果当总统的话 他面对普丁 面对金正 面对习近平 这些更强异的外国领袖的话 他有没有办法招架得住 那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说 他当总统啊 现在是陷入两难 因为他们喜欢这个党 但是不喜欢这个人 好 那第二种呢 就是不满川普恶霸性格 深受美国人欢迎的人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川普啊 他言语上有时候会带一些 歧视性的言论 然后他会提到很多种族 对种族不友善的事 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在美国 那么受欢迎呢 有那么多粉丝 他们就相当不解 所以也会引起焦虑症 好 那最后一个 这个很重点哦 因为最后一种有焦虑症的 很多都是隐性川粉 好 星灵医师就说了 其实川粉呢 不一定都是像我们 在电视新闻上观察到 他们都非常的有自信 非常的会去表达 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们的保守派主义立场 其实有部分的川粉 他们是不想让人家知道 自己是川粉的 所以就说他们是爱在心里 但是口难开 他们不敢表态自己的政治影响 所以也会引起很多的焦虑问题 好 那最后 星灵医师也给出了建议哦 认为要是仅仅因为 政治立场不同 就随便给别人贴标签 甚至妖魔化 恐怕会让假消息的问题 更加的泛滥 因此多尊重他人 才有助于缓和 现在美国当今社会 两极化的情绪 以上就这一节的美选特保